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阳的魅力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呢 可以说是最不魅力的一台魅力 因为它的这个造型的部分呢 跟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魅力呢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那个 比较复古的感觉 前高后低式的那个设计 那这一代的推出呢比较不一样 那在侧板的部分 使用的是一个比较六角形的 比较独特一点 那这一台车它的推出呢 共分为八个款式 虽然这一台目前已经停产了 不过当时有八个款式 那再讲到它外观的部分 你看到这个是 消光白的颜色呢 非常的耐张 很漂亮 在车头的部分呢 它有这个LED的小灯 很漂亮的 这个造型呢 跟传统的魅力 也是没有那么的一样 再过来呢 我们看到它车側 很漂亮的就是它这个 英国的国旗 它还有这个 飞梭踏板的设计 走到车尾的部分呢 它整个车尾的设计呢 较简洁俐落一点 比如说它的方向灯呢 就是这个一条式的 那它中间的尾灯也是LED的 这一点非常的漂亮 再过来我们讲到它的一个 骑乘感受的话呢 这台车呢 它属于比较小台 又比较轻一点 然后它在前段出力呢 比较猛 不过呢 在后段的部分 在再加速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的一个 充沛的感受 所以说呢 当你这台车在骑快的时候 尤其它车小又轻 会有一种不安定感 有点飘的感觉 而且它的龙头很轻 所以你骑快的时候呢 确实会有一点怕怕的 而且它的坐垫呢 坦白讲 小小的一个 当你如果是满座两个人的时候呢 在后座的乘客呢 必须要很专注的抓住后把手 还是前方的这个驾驶者 不然当它加速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往后勤的感觉 这种感受呢 是有一点危险的 不过这个部分你可以透过 事后再加装一个小馒头 也就是腰靠的部分 来减缓这个不安定感 不然如果以这一台车的话 因为这台车呢 主要的销售对象 大概也都是一些女生 所以它的龙头青是很不错的 在一些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呢 非常的方便跟灵活 但是在骑快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OK 这台Medi 从外观 很漂亮 动力的部分呢 也充沛也是够用 只是在后段的时候比较无力一点 那整台车的感受呢 非常的棒 那之后我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影片的推出 记得要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龙喜 拜拜 哇 哈啰 是哦 要帮忙吗 咱们 咱们 你要不要 一定要 硬的是 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